行動管制令又再延長了 首項單字禮物有訂宣布 原訂星期二到期的行管令 又再延長四個星期到六月九號 他強調民眾依然不能跨州 穆斯林也無法回鄉慶祝開摘節 不過他也宣布更多松綁措施 例如身處在不同州屬的夫妻 可以向警方申請跨州團聚 而聚會只要保持20個人以下 又遵守社交距離等規定 就可以舉辦 從3月18號開始的行管令第四度延長 首相慕尤丁今天透過電視講話宣布 新冠我國疫情趨向穩定 經濟也在逐步恢復 不過和病毒的對抗行動還沒有結束 因此在聽取衛生部的建議之後 他宣布政府決定將有條件行管令 再延長四個星期直到六月九號 而所有的規定SOP 以及獲准重開的經濟領域 一切維持現狀 但他表明政府將時刻根據情況發展 再進行調整和新的宣布 他也表明這段期間民眾依然不能跨州 穆斯林也不准回鄉慶祝開齋節 但他表明和鄰居或同個州屬的 親友家節聚會或准舉行 條件是人數不能超過二十人 但這並不代表明我們不可以 拖延祝開會 祝福祝開會或是日曆 祝福祝開會 祝福祝開會正確的 在近距離的群組 和家人在同一國 慕尤丁强调虽然获准小规模聚会 但国人必须谨记卫生部的指南 也就是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必要时戴口罩 在家中迎客也要保持卫生 此外慕尤丁还宣布了另一项松绑措施 他宣布夫妻俩如果身处在不同州属工作 彼此之间或和孩子分隔两地 就可以申请跨州团聚 但由于沙巴和沙拉越有各自的防疫规定 因此他促请州政府同样给予松绑 我们给予了一个人的交友和姨 为了一步的交友和姨 为了一步的交友和家 为了一步的交友和沙巴和沙巴 我也希望了一步的交友和沙巴和沙巴 给予了一步的交友和沙巴 穆尤丁说今年的开施节 穆斯林无法回乡团圆 他促请电台或电视台 多播放一些应节歌曲 舒缓国人的苦闷情绪 全民一心做好防疫 MTV7综合报道